今天來比較一下這兩款三立式的營地燈 因為CC3出的時間比較早 所以它在網上的封頻有蠻多人介紹過 這一款叫做CC3 一樣它的遙控器是這種 它遙控器比較特別的是有手電功能 兩段的手電功能 然後呢是Android的這種充電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遙控燈的 對這個手電功能 遙控燈的 這顆是CC3 好 然後CC5呢是今年新出的 那剛到貨現在也是現貨了 它升級了蠻多的一個不同的地方 裡面的盒裝呢還是沒什麼變化的 還是一樣有它的一個硬殼保護包 那手電筒呢是有一點不一樣了 可以看到它的手電筒呢是只有感應的部分 已經取消了這個手電筒的就是遙控的手電功能 所以這個是遙控器 它沒有手電功能了 然後這邊呢一樣有兩個按鍵 這個按鍵呢是因為這個新款的CC5 它已經升級了有不同的色溫變化 所以呢這個地方是調整色溫的 那充電孔呢也不一樣了 充電孔呢目前是升級Type-C 支持快充部分 這是Type-C的 那這個是遙控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按了之後 然後它有色溫變化 所以會看到它的燈光顏色的改變 有四種色溫了 這個今年出的也是有色溫 那一樣保留了紅光跟散紅光的部分 還是一樣有的 包裝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裡面一樣都有附上說明書 那充電線的話也有一些改變 因為畢竟充電頭不一樣了 這是7CC3的一個充電部分 那做的也很算精緻 然後它有支援兩種不一樣的充電頭 就是蘋果的和Android手機都能充的 因為這兩款都是可以當作行動電源來做使用 那CC5的充電線呢 就只剩下了Type-C的單頭的了 單頭 USB充電 它也一樣是有自帶可以幫手機充電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兩款燈 這一個呢是2017年初的CC3 這一款呢是今年新款 今年新款的CC5 那整個變得外觀很乾淨了 只留下三粒式的mark而已 那它的一樣 一樣做了輸入跟輸出的部分 這邊是全部改了Type-C的快充 把它充電的時候 一樣有電源指示燈 按下去的時候 這邊有電源指示燈 那它有四色可以調光 調光部分等一下我們會來詳細介紹 就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紅光還有閃紅光 這個是CC5今年的新款 輸出電源的話在這邊 USB輸出 這邊一樣可以輸出它的電量 電池容量沒有改變 電池容量是9900毫安培 所以意思是說 這個流明數比較低 CC5呢升級了它的亮度部分 CC3我們看一下 CC3呢還是保留原本的 Android的那種充電筒 然後輸出電量 壓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不一樣的地方還有可以看到一下 它這一邊的是有改變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掛勾部分 這邊是塑膠掛勾 這邊是塑膠材質 可以看這個材質 這個是塑膠掛勾的部分 然後這一款CC5今年新款 是申請整個金屬 感覺好像比較有質感 這是CC5的部分 比較有質感 一樣是磁吸的 防水沒有改變 一樣是IPX5的 我現在把CC3這顆 CC5這個磁吸在這上面 這兩個的話 其實外觀跟體重 就是它們的重量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這兩顆重量都有300多克 所以它們的磁吸力也是蠻強 我把它磁吸在這之後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們的 就是照射的距離跟它的亮度 先把手機放在這邊這樣有一定的距離 大概有3米多塊4米左右的距離 那我現在來測試一下CC3 然後這是CC3的遙控 在這邊遙控 我拍到手電筒 來 這是第一段 還有幾段 就是從中量變高量 再變得稍微比較不亮 這個不亮的地方它續航力可以到240個小時 然後用過來紅光 然後閃紅光 然後關閉 OK 這CC3 我們再來測試一下CC CC我測試的時候我的眼睛都會 這個高亮度已經有到846米 剛剛那邊有440 中量就有440 然後定量度 定量度大概是這樣 定量度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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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比較特別 像我們看到的是黃光 我先把它開一個中量的給大家比較 你可以看到它的遙控氣候有兩個 上面這個的話呢 是要來改變它的顏色 就是色溫會改變 它有四段色溫 不知道在螢幕上看起來是不是很清楚 這下是白光了 白光 然後就是色會慢慢 應該是變白這樣 白然後又暖白接接黃 螢幕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變化 這個是中亮度的 那我直接把它開到暖白之後來比較一下 這是黃光 好 我把它開到最亮的時候 這個是它的最亮 就是那個CC5最亮 那我再看一下CC3的最亮 這個是它們分別兩個的最亮 好 這個是它們分別兩個的最亮 不知道螢幕上看不看得出來 因為有手機拍它反光了吧 但是我肉眼看的話 我會覺得差別其實蠻大的 一個就是會吃到眼睛很不舒服 然後另外一個是你正眼看它還是可以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是它的亮度 我先把這個CC5 關掉 亮度也是可以調整 就是光也是可以變化 然後這個是 C3它的亮度 大概是這樣 它流明數是有增加的 然後它的遙控範圍也是有變遠的 我覺得今年這款新款是有改變蠻多部分的 那一樣還是有附上燈杯的齁 好今天就幫大家測試到這樣 接下來我們測試一下它在燈杯裡面的表現 這是CC3 如果我們用按鍵的方式 第一個輕按的時候它其實是電源指示燈會亮 然後再按一下的時候它亮的是中亮 就是高亮 微亮 紅光 上紅光 好結束 OK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顆是CC5 CC5來 按一下的時候一樣會開啟電源指示 好再按一下 這個是它的中亮 但是先亮的是白光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是白光 然後高亮度的白光 按慢了它就關了 好微光 過來轉黃光了 然後 這個是黃光更亮一點 然後這個是更亮一點的 過來 按慢了又出來 這又微光 紅光 也好閃紅光 我重新快速的按一次看到有幾段 來看到白光更亮 變成微白光 黃光更亮 變成微白光 又變暗一點 紅光 然後 然後 開始灑紅光 這樣子算起來是八段 CC3是三段 這是八段的感覺 好 這個是測試到這邊 然後我們再來玩一下 就是比較一下兩個一起測試 兩個 有沒有看到這是白光 這是黃光 這都是中段 好 好 這是強黃光 這是白光 好 我把 CC3 黃 就是它的暖白光 留在這 就改變一下這個 好 這個就黃光 可以看得出來 齁 這是介於白跟黃的之間的色紋 大概4300色紋 好 好 都量一起來看看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是他們的紅光 紅光的流米其實沒有差很多的 就大概是這樣的變化 然後灑紅光都還是有的 這個紅光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因為我上一次去看螢火蟲的時候 就是不能點白或是黃 然後就把它切到這個紅光 看螢火蟲可以用 然後這是他們兩個分別 就是最大的流米光 我要看出光源的 近看或手機這樣拍 我覺得好像看不太出來 但露眼看的話 這個最大的流米數 就是是550 550 喔已經反光了 這張550 這是840 我記得說它升級的亮度部分 之前會覺得有點不夠亮 大概這樣子 目前升級之後是很OK的 好 這是他們放在本杯裡的 嗯 今天這兩款有的 就是茶椅跟拉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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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